中央社台北四日店当今中国最贵的猪,并非真猪,而是现代画大师徐飞鸿的画作双猪图。 这幅画在2011年以港币1522万元拍出,相当于一只猪价值新台币3000万元。 综合露媒报道,今年是农历猪年,虽说一年春作首,六处猪为先,猪还是富贵、极力、丰收的象征。 但是在中国,猪却少有人画。 徐飞鸿是融合中西艺术的现代画大师,尖善游画于水墨。 他以画马驰名中外,被誉为称第二,无人敢称第一。 但他画猪的作品少之又少,目前已知传世仅有三幅。 双猪图是徐飞鸿于1944年夏天画的《画上方骸》。 有他亲笔提的一首诗《白云富青山》,静观亦自贤。 有人好肉食,未诸于期间。 突然我想起,贤灾回回也。 时值抗日,徐飞鸿住在重庆嘉陵江边的盘期,必战乱得。 贤士,在这段期间创作多幅名画,包括双猪图。 他以水墨画珠,体态浑原传神且有喜感。 笔墨的浓淡运用,适切表现黑珠的皮肤质感和体积厚重感,令人赞叹。 1998年,徐飞鸿的双猪图首度出现在香港嘉世德的拍卖。 会上,成交价近港币37万元,由上市公司实力建业收藏。 2011年1月,这幅画竟以港币1522万元约新台币6000万元的天价在嘉世德拍出,扣除税金。 臭拥,几一二年就升值37倍之多,平均一只猪价值新台币3000万元,被公认是中国目前最贵的猪。 编辑,杨古如,林克伦10800204。